北京时间11月27日,全国跳水锦标赛季多哈市锦赛奥运选拔赛正在武汉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 对于中国跳水队的运动员们来说,作为一支被外界称为梦之队的奥运冠军之师 其实这支队伍在世界大赛上的优势,甚至比乒乓球都要大 所以说内部的竞争就更加激烈 在国内进行的内部选拔赛,更能够彰显出选手之间的差距 谁能够脱颖而出,谁就能够代表中国队出战国际大赛 目前来看,大家高度关注的两个选手分别是陈玉希和全红禅 两个人此前都保持了不错的状态,也都有非常高的天赋 新周期两个人大概率会联手出战奥运会的女子担任十米台项目 担任和双人都会报名参赛 这两个人谁会拿到双金王值的期待 当然,全红禅是更加备受瞩目的那一位选手 毕竟全红禅的个人天赋上限 以及东京奥运会上的水花消失数纸巾 让我们历历在目 其实中国跳水队之所以能够保持了非常昂扬的斗志 内部激烈的竞争 这都得益于周期红对于这支队伍的严格管理 才能够让中国跳水队欣欣向荣 持续涌现出更多高水平的运动员 能够在内部的激烈竞争中不断将跳水运动带向世界巅峰 而周期红对于陈玉希和全红禅也都是高度关注 前段时间也是将全红禅的教练员陈若林 从今外调到了北京工作 全身心投入到跳水队的执教之中 有利于全红禅的高速发展 而在近期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发布的任命公告显示 周期红已经正式走马上任 成为了游泳管理中心的主任 此前周期红的职务是副主任 主任一直一直空缺 周期红主要主抓跳水项目 但是现在周期红需要肩负其主抓游泳 花游 跳水等多个队伍的工作 不可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跳水项目了 所以说 接下来跳水队像陈若林这样的年轻教练员 就需要肩负其更大的使命 陈若林作为全红禅的恩师 也会在跳水队行使更大的使命和责任 这对于全红禅的职业生涯爆发和稳定成长 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 陈玉希也都看懂了 伴随着周期红担任了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之后 每一位运动员都需要迎来新的挑战 保持自律 保持自己的高标准也要求 争取用更好的成绩回报当初周期红的信任 相信中国跳水队以及游泳队 都能在新周期取得理想成绩 保持自己的高标准